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们在忙碌着 朋友说长沙的宵夜到晚上九十点菜热闹 那时一些有名的店都没有座位 要等的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要了一些店里的特色烧烤和小吃 最先上来烤玉米 就是把玉米粒穿起来烤 这还是头次品尝啊 味道不错 也很有趣 这个是大红椒 切得整整齐齐 如果这么做 是否浪费的材料太多了 不过烤制起来方便也均匀入味 这是烤韭菜 北方也是这么烤 但佐料要重一些 这个是烤牛鞭 也是切成薄薄的片 不过更入味口感很好啊 这是梭罗 有些地方也叫螺丝 微辣 非常好吃 适合下酒啊 夏季正是吃龙虾的季节 怎么少得了小龙虾 这是一盆油爆虾 使用个头大 肉制好的活虾 只用油爆 然后蘸着佐料吃 感觉这家店的蘸料特别好 把虾的口感提升不少 这就是长沙著名的臭豆腐了 我曾在火工店小吃一条街 看到最多的小吃就是臭豆腐 而每家店似乎都排很长的队 闻着臭 吃着香 其实端上做来 闻着也不臭了 一连吃两块 可别小看这盘炒辣椒 这辣椒叫张树岗 是非常优质的品种 朋友说贵的时候 要一百多一斤 辣椒不是太辣 有一种甜香伴 慢慢品尝 吃一个还想再吃一个 后来查资料 这种辣椒品质好 产量极低 有文章说 一亩地财产些两 最贵卖到280元一是斤 这是用毯子烤的五花肉 焦而嫩 既把肉的肥油烤出来 又保留了肉内的一些水分 口感很好 这菜是炒青丝 把水分炒出来了 但非常好吃 软软的 又脆脆的清香馒头 烤鸡鱼 看一下价格 这么大的一条才18元 南方吃鱼要比北方擅长 烤鱼做得不错 这是烤羊排 同北方不同 是这羊排太小了 似乎是羔羊了 朋友说这是湖南的一种黑山羊 个头都不大 肉也不肥 要慢慢的品味 最后上的是沙锅黄扇粥 粥哪里都有 以前一直认为广州人善于做粥 现在长沙的粥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精致 细致和耐心 这次宵夜给我最大的感触 是中华美食博大精深 各地不同 但各地都在努力出精品 岳阳风格的烧烤不错 同北方比虽然口味略淡 但讲究入味 也精致了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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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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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